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灯话筒里有很多奇怪的声音 我们从来电显示查出机主的登记地址是本市江南路6820号13060 会不会有人恶作剧啊 应该不会 我好想听到有女人的哭声 好 我们马上去查一下 周边 走 通知丁桥 马上有现场 等等 等等 你们有什么事啊 你是这儿的保安吗 对啊 请带我们到1306房 这是我的工作证 哦 803的 那咱们快上去吧 电梯这边 你们这里有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情况 没有啊 从昨天晚上到现在都是我值班啊 要不我去问问大楼监控室的保安 不必了 先上楼再说吧 好好 好 听你们的 快点 No no 1306 到了 里面有人吗 我们是警察 请开一下门 快开门 1306 快开门啊 警察同志来了 1306住的什么人 是一对小夫妻 结婚没多久 这不 喜字还贴着呢 小主管 把门撞开 是 大家注意保护现场 是 把他嘴上磨进来了 是 把绳子结了 小主哥 小心 你们俩抓紧时间 看到现场 是 你不要紧张 我们是警察 是你拨打了110吗 你 你叫什么名字 这里发生了什么情况 是谁把你帮起来的 你能讲讲吗 我们会帮助你的 看头 卧室里有个男人 被反绑在床上 已经失去了知觉 我过来看看 马上送医院 是 太头 太头 房间里发现了大量脚印 但是很模糊 屋内多数物品都有翻动的迹象 估计是一种抢结案 先别急着下结论 小桥 你这边情况怎么样 他还是不肯说话 可能是受了比较强烈的刺激 什么声音 电视机里放了碟片的声音 不对啊 探头 咱们进来的时候 房间里的两个人都是被绑着的 那么谁放了碟片呢 可能是犯罪嫌疑人 你看 DVD上显示的时间是43分25秒 这很可能就是犯罪嫌疑人离开现场的时间 恐怖电影 恐怖电影 什么恐怖电影 你能不能把案发的经过给我们说一下 犯罪嫌疑人离开现场已经40多分钟了 对我们警方而言 时间就是战机啊 还有啊 你老公怎么会昏死过去的 是不是服用了什么药物啊 哎呀 你再不说会耽误抢救的 安眠药 他们给他灌了安眠药 安眠药 多少 我不清楚 小剑 赶快快小猪哥打个电话 是 喂 小猪哥 被害人吃的是安眠药 我知道了 马上我们就到医院了 谢谢 谢谢你们 我叫陈燕 我老公叫周明 我们都在广告公司工作 昨天晚上 我八点多回家 老公 快开门 我回来了 来了来了来了 燕子 累死我了 怎么才回来啊 又去逃蝶片了吧 啊 新到了很多的恐怖片 哎 你看看 看看我买的片子 嗯 怎么样 闪灵 心轻重跳 房不胜房 带劲吧 灵魂出窍 哎呀 我说燕子呀 不是我说你呀 你胆那么小 怎么就偏偏喜欢看这恐怖片呢 哎呀 恐怖片刺激嘛 哎哎哎 咱们可阅法三章啊 你下次看别片的时候 一 不许闭眼睛 二 不许尖叫 三 不许往人怀里钻啊 讨厌 啊 当初谈恋爱的时候 你陪我去看电影 怎么就不说这话了 那此一时彼一时嘛 我烦不烦呢 人家不就是这么点爱好吗 你老是说三道四 逗你玩呢嘛 哎 吃过饭了吗 吃过了 在吴江路吃的生煎馒头 哦对了 老公啊 下午看房的情况怎么样 哦 今天下午又来了一大波 有一个还是第二次来复看的呢 呃 就是那个东北人 他说他姓孙 那个人呢 对 昨天呀 他也在跟我套近乎 说是 是吉林工业大学毕业的 现在和朋友一起呢 在上海做木材生意 嗯 不过 这个人看上去 倒是挺挺沉心的啊 嗯 他说 他是给他老板买房子 价钱没问题 关键就是要地段好 是吗 不过 我觉得这家伙挺鬼的 他趁中介不注意 嗯 悄悄把我拉到一边 要咱家的电话号码 说是 不如跳开中介 和他私下交易 这样 大家都能省下一大笔中介费 那你把电话号码给他了吗 给了 你猜怎么着 嗯 中介带人前脚刚走 他后脚就打过电话了 是吗 说是想再来看一次 最后敲定了 那他 他什么时候来 他想晚上来 但是 我没答应 唉 来就来呗 怕什么 哎呀 我不是怕 我是没想好 燕子 嗯 你说咱们要是跳开 圆梦中介 私下交易 这 这合适吗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 本来嘛 你看 这中介收那么高的费用 就是不合理 嗯 而且收了上家 还得收下家的 对 他们凭什么呀 不就是挂个牌 和大人来看房吗 可 有中介总归放心一些 人家说 二手房买卖交易 陷阱特别多 你怕什么 房子在咱们手里呢 咱们哪 不见兔子不撒鹰 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 嗯 再说了 最后办手续 都是到房地产交易中心 没问题的 哎 是 哎 谁啊这是 你去看看 嗯 哎 就是那个姓孙的东北人 还带了一个小伙子 哎 咱们开不开门呢 人家都来了 还能举置门外呀 快开吧 嗯 那行 哎呀 妈呀 这滴妹也在家呀 您好 这不好意思 又来打咬了 没关系 这主要是我太喜欢 你们这套房子了 这心里总心思着 这怕别人抢先一步呢 我来介绍一下啊 这是我们公司的张总 您好 您好 他说一句话 咱们马上拍板 哎呀 你们进来说吧 进来 对对对 那好 要不要换鞋呀 哎呀 鞋在鞋柜里有鞋套 哎呀 我都来三次了 熟门熟路 行啊你 二位请随便看啊 随便 这套房子呢 是两年前交房的 花了十多半斤装修 我们搬进来 也只有半年多 要不是因为出国 还真舍不得卖呢 你们看啊 这边是卫生间 所有鞋具包括大小配件 那全都是进口的 对对对 值得值得 不把你们说呀 我以前也干过装修 哟 既然你是内行 那咱们就不用多说了 来来过来 看看厨房 行 哎呀 你们家厨房真干净啊 跟卫士 我说的 可不得 主要我们俩工作都挺忙的 很少自己开火啊 对 两位 这两间卧室呢 一间是十六平米 一间是十四平米 全都朝南的 白天呢 光线很不错 不错 不错吧 哎呀 挺好挺好 哎 就是你们这客厅跟餐厅 是连一块的 对啊 对啊 可以用不同的灯光变化 来区分各种功能的 老公 你示范给他们看看 你们看啊 朋友聚会灯光璀璨 哎 最亮 再看 漂亮的 周末晚餐 温馨浪漫 哎呀嘛 不错吧 再看这个 家庭影院 绝不刺眼 哎呀 哎呀 真讲究啊 好啊 原来上海人吧 他就是会过日子 你看这灯机 多漂亮 就是 不瞒你说呀 这房子的装修呢 全是我先生设计的 花了不少心思呢 好好好 哎 张总啊 啊 你看 咱咋办呢 呃 这个满意 嗯 还真满意 好 不错 你说一句话 剩下的事都交给我吧 行 哎 哎 我说弟妹啊 嗯 你看这房价 能不能再下来点啊 俺们可是成心成意买呀 你们是成心买 我们也是成心卖呀 嗯 你看 这么好的房子 九十二万不算贵了 嗯 那那咱们已经抛开中介了 这大家实惠点好不好 哎 好歹你得下了一点 八十八万 咋样啊 啊 你发我发 大家发 几粒啊 不行不行不行 你看 你是挑开中介了 可我们还得付人家违约金的是吧 对啊 你看这装修 这家具 还有电器 全是新的 全都是新的 行行行 那就凑个点 九十万 咋样 都说东北人好爽 照你这样子啊 煮熟的鸭子也会飞掉的哦 哎呀 行了行了 别争了 嗯 就按你一下 九十二万 一分不少 行吗 呃 你们看这样行不行 我们呢 先起草一份协议书 明天呢 再到房地产交易中心 正式办理手续 怎么样 要行 哎呀 你看这上海姑娘贼精明 对 周明 把纸盒笔拿过来 行 你来写吧 张总 请问您的大名怎么写啊 对了张总 能不能看一下您的身份证啊 对 废小说 身份证 你们 你们拿兜干什么 我们不是来买房子的 你们想干什么 撒结 别 别开玩笑 谁跟你们开玩笑了 快 马里头把他俩绑起来 快 你们干嘛 你们放开 放开我 别动我 放开我 放开他 你给我捅啊 你干嘛 就强套 放开我 放开他 走 小事 免得自套骨子 你放 放这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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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你啥的 那两个东北人 从随身带来的包里 拿出了绳子 把我们俩绑了起来 然后就在家里 到处乱翻 现金 存折 白金项链 玉器 手机 还有我手上的一只 新 新婚钻剑 全都被他们拿走了 总共价值多少 现金两千多 存折 有三本 一本是定期的 里面有八千美金 六万人民币 还有两本活期的 是我和周明的工资卡 里面各有几千块钱 全家在一块儿 大概有十几万吧 存哪家银行 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 有密码吗 有 一开始我只说出了 活期存折的密码 早上 那个姓孙的先走 可是过了不到半个小时 他给他的同伙打来电话 说是我糊弄他 只取出了活期的钱 取不出定期的钱 姓张的对我又打又踢 我没有办法 就只好把定期存折的密码 也告诉了他们 老杰 到 你马上跟这两家银行联系一下 请他们通知全市各网点 帮助协查 是 你能描述一下 这两个东北人的长相吗 那个姓孙的 瘦瘦的 个儿不高 一米七十左右吧 三十五六岁 穿着一件灰绿色的夹克衫 黑色长裤 那个张总年纪要年轻一些 最多三十岁 长得挺强壮的 有一米八十多 穿着是一套 一套藏青色的西服 对 嗯 他们俩有什么比较明显的特征吗 特征 嗯 啊 对了 那个姓孙的牙齿黑黑的 眼瞅得很厉害 特别能砍 我觉得他 他有点变态 变态 俗话说 做贼心虚 可是这两个人做完案之后 不但不走 还拔掉了房间所有的电话线 拉上窗帘 关了灯 打开电视 叫我们陪他聊天 从昨天晚上到现在 我简直就像 就像演了一场恐怖电影 又不会洗 根本没法教你 不管你跟他说什么 他就不知道傻子 他俩来个天 对了妹子 这你刚才跟我说的密码是真的吗 你要是不相信 小秋拜他就有自动的取款机 你去拉一下就知道了 你把我当傻瓜了 我去拉卡 摄像头把我录下来了 明天你向警察报案 把什么证拿出来 你们要身份证干嘛 你说干嘛 傻呀 没出过钱呢 可是我们的身份证 拿去办签证了 对对对 没放在家里 没在家里 又糊弄我 你以为只有你们出过国呀 不是这看样子 你来也不大配合呀 哎呀 签证 那别打了 别打了 不要打了 身份证 身份证 我给你们 给你们不行 不要来家里了 就在 就在书架上有两本同行路 身份证就在里头 我嫂子不没事了 我说 他那很快放的 管子咱们找不着呢 你去 在这儿呢 老公你没事吧 没事 没事 我瞅你咋闹心呢 你把他弄到房里去 给他吃点药 让他睡一觉 不 不要这样 求你 不要这样 你不要让我吃药 老实点 放开我 严子 过来 严子 放开我 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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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走进叫座 老公 你说呢 你们给他吃什么药了 可乐 里边加点安眠药 放心 放心 我们指摸台不害命 不会让你干寡妇的 要不你也惨了 不 瞧把你吓的 我还舍不得给你吃呢 干我们这行的 也不容易 就光说你们家吧 我就来三次了 你们小区物业 还有安全措施 都挺到位的 要是现在走呢 挺难脱身的 所以啊 我得在这儿待一宿 还有这个字 哎 你呢 就陪我聊聊天 咋样 你落胡同了 我还不给你吐啥 这不是你吐啥呀 哎 我看我一本书 上面说呀 上海是最适合女人居住的城市 嗯 这上海女人呢 这幸福指数可高了 哎 就是上海这两天天气吧 那可好了 那上星期 我们从老家出来的时候 那都下大雪了 我求你放开 我好不好 我说啊 你放松点行不 哎 你了解我们东北人吗 以前眼界说啊 在东北啊 有三宝 人身貂皮 无了讨 这以后造本三又出名了 二人钻又活起来 这宁舍一顿饭 不舍二人钻 这起死我 从小也会唱 找点手绢 那么啥子啥子都行 我不信 我给你来一段 我给你来一段 现代摇滚二人钻 你看哪样妹子 有一位姑娘想朵花啊 有一个爷们儿说你不必害怕呀 一不小心 他们成了家呀 生了个崽子一起挣扎 从前的理想啊 看来挺可怕呀 爱情能当饭吃会更伟大呀 为了能有个新鲜香的明天啊 我再也听不懂你说的是啥 哎呀 又吵了 哎呀 黑碎脑 消停了 好 你们 你们把它怎么样了 救命 救命 周明 周明夫妇不幸遇上了上门打决的歹徒 奇怪的是 他们拿到了前务后 并不急于离开 他们到底想干什么呢 请继续收听大型系列广播剧 刑警803 刚才播送的是系列广播剧 刑警803 引狼入室 第一集 恐怖电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